2009年的一天,时任中华台北足协公关组组长的陈嘉明正在玩一款线上足球游戏 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匹配到的对手姓氏是陈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比利时的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陈嘉明赶紧去查了查 最终确定他就是比利时假几点赛球队梅赫伦的后卫夏威耶·陈 一段奇妙的缘分就此展开 夏威耶的爷爷陈根生出生于安徽怀宁 作为一名外交官,他被台湾当局外派到民主纲果时 生下了陈昌元的父亲陈荣帝 随后陈根生被改派到比利时 陈荣帝也跟着去求学,在比利时认识了他的法国妻子 1983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夏威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生 他的中文名叫陈昌元 陈昌元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那个邻居家的孩子 不仅长得帅,神似,费侠和基努里维斯 而且足球踢得也非常好 出自安德莱赫特清训的他 一度成为比利时国卿的队长 也顺利踢上了比甲主力 更令人嫉妒的是 在踢球之余,陈昌元并没有荒废学业 甚至拿到了布鲁塞尔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对于这位极实力和外貌于一身的优质足球偶像 陈嘉明敏锐地意识到 如果能招募他进中华台北队 那么对于改变台湾足球荒漠的现状 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复杂的绅士让陈昌元能够选择 法国、比利时、民主刚果 中华台北和中国五支代表队中的一支 为了抢先一步 陈嘉明自掏腰包飞往比利时 三顾茅庐 满满的诚意打动了陈昌元 最终选择代表中华台北出战 据悉,大陆方面也曾接触过陈昌元 不过当时没有规划球员的先例 而且加入中国队必须要放弃比利时国籍 因此错过了这位优秀球员 2011年7月3日 试一赛中华台北主场一战马来西亚的比赛前 陈昌元终于完成了手续 获得了代表球队出战的资格 陈昌元的到来 让台湾这个足球荒漠 破天荒的为足球疯狂 超过15000名球迷涌入了球场 是平均上座率的三倍 打破了20年来的最高入场记录 四肢右后卫的陈昌元 防守稳健 技术细腻 还有一脚不错的传终能力 他的出现让球队的实力有了不小提升 上半场 中华台北获得一力点球 陈昌元顶着巨大的压力 打进绝杀点球 球队也出人意料的 以3比2的比分击败了马来西亚 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首秀 唯一遗憾的是 因为客场进球数劣势 球队没能晋级下一轮 由于种种原因 陈昌元代表中华台北队出战的次数并不多 但是依然贡献了三力进球 也在台湾掀起了一波小小的足球分潮 在俱乐部方面 2013年 陈昌元以港澳台球员的身份 加盟中超球队贵州人和 成为了中超第一位台湾球员 虽然是以内援身份注册 但是他却打出了外援级别的表现 成为球队的后防绝对主力 2013年 足球阶杯决赛是陈昌元又一个高光时刻 他和孙继海 张成林 萨利组成的防线 让巅峰恒大望球心态 打碎了恒大三贯王的美梦 陈昌元也举起了职业生涯第一座冠军奖杯 在结束三年中超之旅后 陈昌元选择回归比甲母队梅赫伦 随着年龄的增大 伤病逐渐累积 他也渐渐萌生了退役 201617赛季结束后 34岁的陈昌元选择离开球队 结束俱乐部生涯 但是他希望给自己一个完美的谢幕 因此将吉尔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选赛了亚洲杯预选赛 中华台北主场和巴林的决战 亚洲杯预选赛赛成过半 中华台北队一胜两负 已经到了被淘汰的边缘 面对小鼠头号种子 刚刚在客场0比5惨败过的巴林 他们必须要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比赛将于10月10日在台北田径场举行 但是陈昌元的身体就快要撑不住了 做过多次手术的左腿 因为发炎而肿胀 持续的疼痛 让他接连错过了球队的几次赛前训练 他的身体不断地告诉他 你不能再踢了 但是陈昌元还是告诉教练 就算打分闭 我也要上场 最终身批8号球员的陈昌元 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中 开赛第17分钟 做客的巴林就获得了一粒点球 他们没有错过这次量级 1比0 客队领先 为了给陈昌元一个完美的羡慕 主队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提出了近年来最好的发挥 多次创造量级 但却总是和破门失之交臂 中场休息时 左腿疼痛难忍的陈昌元拒绝下场 在打了止痛针后 他选择继续坚持 比赛进行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敌分依然是0比1 解抽员也忍不住为球队的发挥 而感到惋惜 但是花音刚落 奇迹居然真的发生了 今天真的是踢了一场非常好 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这场奥迪 给到中路朱恩乐 又是遇到了压迫 赶快再送出来 陈昌元 假动作找人直接往进去送 陈昌元 有机会的近了 破坚了 陈昌元太平了 下位中路球师 球太平了 朱恩元的一翔 哦 开服了 哦,还是让到陈昌元的助攻 现在我们现场的已经起鸡皮疙瘩 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刚刚下位也送一种精准的一个篡球 好,正规时间已经到了 现在呢,商品补食补到五分钟 对陈伯良送上精准助攻的正是陈昌元 现场观众也陷入了沸腾 谁曾想到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们 就是靠着我们精准的庙场 而且又是陈昌元 陈昌元的助攻 往前踢 前面还有人吗,留得住吗 不要急 在禁区,假动作陈昌元 跳中路,淘迪 又一刻就上庭世界 中华队 太棒了,陈昌元的太棒了 我们要拿三分啊 陈昌元,假动作路太棒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逆转 可能是台湾足球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一场比赛 也是陈昌元送给自己的一个完美的谢幕礼物 陈昌元的出现直接将台湾足球从黑暗的原始社会 推进到了文明社会 在他的影响下 一大批海外华裔球员选择代表中华台北出战 他们的世界排名也从2011年的169位一度攀升到120多位 台湾本地联赛也出现了职业球员的身影 这块足球荒波上终于出现了点点绿洲 在发掘了陈昌元后 球探陈昌明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继续在世界各地发掘优秀的华裔球员 在陈昌元退役仅仅一个月后 又一位来自欧洲的华裔强员加入中华台北队 原本他将接过台湾足球领军人物的重任 但是仅仅三场比赛后 他就再也没有披上过代表队的战袍 下一期我们来讲讲台湾足球的另一名华裔球员